小故事 大道理 父子骑驴 父子俩牵着驴进城 半路上有人笑他们 真是笨哪 有驴却不骑它 父亲便叫儿子骑上驴 走了不久又有人说 真是不孝的儿子 竟然让自己的父亲走着路呢 父亲赶快叫儿子下来 自己骑到了驴背上 此时又有人说 哎哟 真是狠心的父亲啊 不怕把自己的孩子给累死了 父亲连忙叫儿子也骑到驴背上 谁知又有人说 哎哟 这俩个人呐 骑在驴背上 不怕把这个兽驴给压死吗 父子俩赶快溜下了驴背 把驴子四只脚都绑了起来 用棍子扛着 经过一座桥的时候 驴子因为不舒服挣扎了下来 结果掉到了河里 淹死了 一个人要有主见 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 才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 不要活在别人的舆论当中 要靠自己的脚来走路 自己的脑袋去思考 小故事 大道理 卑微的伟人 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去参观梵高的故居 在看到那张小木床 截裂了口的皮鞋之后 儿子问父亲 爸爸 樊高不是一位百万富翁吗 父亲回答 樊高是为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 又过了一年 父亲又带儿子去了丹麦 到安徒生的故居去参观 儿子又困惑地问道 爸爸 安徒生不是生活在皇宫里吗 怎么他生前会在这一栋的阁楼里呢 父亲回答 安徒生是位斜将的儿子 他就生活在这里呢 这位父亲是一个水手 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的各个港口 他的儿子伊东布拉格 是世界上第一位 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 二十年后 伊东布拉格在回忆童年时说 那个时候 我们家除了很穷之外 还是黑人 父母都靠卖苦力为生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一直认为 像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 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 是父亲 让我认识了梵高和安徒生 也是父亲 让我认识到了黑人并不卑微 这两个人的经历 让我知道 上帝没有轻看黑人 富有者并不一定伟大 贫穷者也并不一定卑微 上帝是公平的 他把机会洒到每个人的面前 卑微者同样拥有机会 紫杯是心灵的钉子 若不拔去 他就总是折磨人 动物园最近从国外引进了一支 极其凶悍的美洲豹 供人观赏 为了更好地招待这位远方来的贵客 动物园的管理员们 每天都为他准备了精美的饭食 而且特意开辟了一个不小的场地 供他活动和游玩 然而他始终闷闷不乐 整天无精打采 也许是刚到异乡 有点想家吧 谁知道过了两个多月 美洲豹还是老样子 甚至连饭菜都不想吃了 眼看着他就要不行了 园长惊慌了 连忙请来受医多方诊治 检查结果又没有什么大病 万般无奈之下 有人提议不如在草地上放几只美洲虎 或许有些希望 原来人们无意间发现 每当有虎经过的时候 美洲豹总会站起来怒目相向 严阵以待 果不其然 七夕之所 有了美洲虎的加入 美洲豹立刻变得活跃 警惕起来 又恢复了往日的微风 人生中只有有了对手 才会时刻激励我们 保持旺盛的斗志 不断地去挖掘自身的潜力 善待你的对手吧 因为它的存在就会像一针强心剂 感谢你的对手吧 它会使你成为一只 微风凛凛的美洲豹